人类在非洲大陆的发源地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科学共识 这个结论是通过考古学 人类学、基因学等多种科学领域的证据所支持的 这篇文章将会探讨为什么非洲大陆是人类的发源地 并介绍人类的进化史和基因研究的最新进展 1. 为什么非洲大陆是人类的发源地 一点易好的环境条件 在早期的地球上 非洲拥有一些比其他地区更为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 首先 非洲的气候相对稳定 气温适中将雨量充足 这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保障 其次 非洲有着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这些资源为早期的人类提供的食物和原始的工具材料 最后 非洲的大草原和稳定的河流提供了人类授集和渔业等多种生存方式的可能 地理隔离 在人类净化的早期 非洲大陆的地理位置相对较为隔离 人类的祖先相对安全地繁衍生息 避免了其他地区存在的人类灭绝事件 此外 地理隔离还促进了基因多样性的形成 这对于人类净化来说至关重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 非洲也拥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这些因素也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和净化 例如非洲拥有丰富多样的语言和文化 这些文化传统有助于人类的知识传承和适应环境 此外 非洲还有着丰富的人类族群 这些族群之间的交流和混合也促进了基因的多样性和进化 二 人类的进化史 在非洲大陆上 人类的进化历史可以追溯到500万年前的奥斯特拉洛皮特克人 克特洛皮福克斯 这是人类的早期祖先 从那时起 人类的进化历程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漫长历程 期间 人类的智力和身体结构逐渐演化 下面是人类进化史的主要节点 奥斯特拉洛皮特克人 奥斯特拉洛皮特克人是人类的早2.1 奥斯特拉洛皮特克人 奥斯特拉洛皮特克人是人类的早期祖先 他们出现在非洲大陆约500万年前 他们拥有人类和原类的特征 例如双族行走和弯曲的手指 他们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标志着人类从树上下来 开始在地面上行走 早期人类 早期人类是一类已经发展出人类的特征 但与现代人类还有很大差距的物种 早期人类分为两个分支 机缘人类和尼安德特人 他们出现在非洲约250万年前 然后逐渐向其他大陆迁移 现代人类的起源 现代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20万年前 当时人类已经进化出了近乎现代的身体结构和智力水平 据考古学证据显示 人类在非洲的赞比亚地区已经开始建造房屋和使用佛种 并制造复杂的工具 人类的迁徙 人类从非洲大陆开始向其他地区迁徙 可以追溯到约7万年前 人类首先从非洲大陆向东迁徙 然后向西 南 北方向迁徙 人类的迁徙也是基于多种原因 例如寻找新的食物来源 避免天灾等 三 基因研究的最新进展 基因研究是对人类进化历史的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最近 科学家们对人类基因组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 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基因的多样性 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 它反映了人类的进化历史和适应能力 最近的基因研究显示 非洲人的基因组拥有最多的多样性 这也支持了非洲是人类发源地的理论 基因突变 基因突变是人类进化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它们可能导致新的特征和行为的出现 例如 最近的基因研究发现 现代人类的皮肤色素产生的基因突变可能发生在非洲人类离开非洲大陆之后 这些突变可能帮助人类适应了新的环境 例如更强烈的紫外辐射 基因与疾病 基因研究还揭示了基因与疾病之间的联系 最近的研究表明 一些人类疾病可能源于非洲大陆的某些基因突变 这些基因突变可能在非洲的人类中并没有引起问题 但在其他地区的人类中可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基因与文化 基因研究还发现 基因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例如 一些基因可能与语言的发展和使用有关 此外 基因也可能与人类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有关 例如决策 注意力和情绪等 除了上述内容 还有一些值得补充的主要内容 包括 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 早期的人类在非洲的生活方式与现代人类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过着游牧的生活 靠狩猎采集维生 他们使用简单的工具 如实质刀具和火把 来帮助狩猎和生存 这些工具的制作需要复杂的技术和技能 这表明早期人类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智力和创造力 文化和技术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的文化和技术也不断发展 早期的人类开始使用更复杂的工具 如石锤和古制品 以及开始发展种植和畜牧业 这些新的技术和文化的出现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演变 使人类得以在各个方面实现更大的进步 移民和扩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从非洲向其他大陆迁徙 这些迁徙和扩散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欧洲人在16世纪时进入美洲 并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技术 如马和火箱 这些新的物种和技术对美洲的生态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人类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们对人类的未来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和预测 例如一些人担心气候变化 资源短缺和人口增长等问题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另一些人则认为 人类将会发展出新的科技和文化 解决这些问题 并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类发源地位于非洲大陆 这是基于多种证据和研究得出的结论 早期的人类和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 并从非洲向其他大陆迁徙 基因研究的最新进展表明 非洲人的基因组拥有最多的多样性 基因突变可能是人类进化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并可能导致新的特征和行为的出现 此外 基因还可能与疾病 文化和行为等方面有关 总的来说 人类起源和进化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多样的话题 通过多种学科和方法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 并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测和规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